晚会主持人登高一呼 台达和英飞玲的八位大佬级人物 在舞台上合力敲碎 标签阿拉伯数字一亿美元的冰砖 威力相当惊人 这是为了庆祝双方的业务往来 在2008年9月 标破了单年一亿美元的新记录 往来十多年终于达成 这个几近天文数字的业务成就 在庆功宴上 破冰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高潮 远从欧洲专程来台的 英飞玲营运营运长Dr. Paul 特地准备了琉璃打造的 首千首新联新纪念奖杯 当场颁给台达大家长 郑崇华先生 感谢台达对英飞玲的支持 只要你终于一手 你不得到一档 你会有一个普通的目标 在最后 这就是普通的目标 你会有一个愿意 而这就是从心中的 郑先生也回赠Dr. Paul 2008年最佳价值伙伴奖 以讲座上映制的桃花朵朵开美景 勉励英飞玲继续和台达在节能领域共同成长 追求更美好的地球 郑先生还承诺 下回庆祝两亿美元新纪录的时候 讲座也会是现在的两倍大 郑先生 我有很高的信心 在英飞玲继续支援 在技术和价格的技术 我建议多谢你 和愿意 两位大家长随后用力在泥板上盖首映 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这场热闹滚滚的庆功宴在10月29号举办 台达出席阵容庞大 除了郑先生以外 还包括副董事长继执行长海英俊先生 总裁继营运长柯子兴先生 技术长继妄能光电董事长梁荣川先生 达创科技董事长继执行长梁克勇先生 达创科技总裁郑安先生 以及妄能光电总经理袁明来先生等重量级大佬 而电源事业群 机电事业部 汽车电子事业部 和企业形象部主管们也应邀出席 英飞林则由Dr.Plus率领 包括资深副总裁 亚太区总经理 台湾区总经理在内的30人主管团队 欢迎台达贵宾的光临 大家在庆祝1亿美元里程碑的同时 也为冲刺2亿美元里程碑铺路 爬神濃新概运 2亿美元 猫太区总经理 当壮之、作为申请 您走动 我的天二 明天 chois 大在 OUR 员